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图表 进国君家族世袭表 从周文王 周武王 他的儿子周成王 周成王他的弟弟唐淑渝 这边有个故事叫做君无戏言 小时候周成王和唐淑渝在玩耍的时候 周成王他送给唐淑渝一个分封 当时的使官马上就说君无戏言 找了一个机会 做了一个仪式 就把晋国这个土地分封给了唐淑渝 中国有几千个成语 有几百个成语都完成在这个时期 取卧还书这个时代 传到第十一代的时候 文侯仇 当时的取卧还书 虽然没有当到晋国的领导 但是他的孙子晋武公和他的孙子 公子从儿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是相当了不起的 周武王他的儿子唐淑渝和他的后代 屈卧还书和他的后代 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王室 春秋五霸齐桓公宋香公 晋文公秦木公楚庄王 我们来看看曲字 他的义体字里面有一个麦子旁 一个歌曲的曲 后来简写就成为这个曲 我们看看曲字的甲骨文 像一个曲尺一样 古代的一种回旋标 经文是这么写的 小传是这个样子 小传是秦汉时候用的文字 我们现在的楷书和历书 都是魏晋南北朝时候才开始使用的 这是晋国的博物馆 坐落于山西林芬区卧县 这个是博物馆前面的雕像 晋魂 这是博物馆的牌坊大门 这是馆内的收藏 也就是原址 晋国大墓的原址 里面出现了春秋最大的车马坑 和上百匹的战马 它的位置在山西林芬 山西林芬的区卧县 区卧县的北边 曲村镇 博物馆就坐落在旁边 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前 看一下人类历史Y负系遗传基因的总表 我们知道我们人类共同的祖先来自非洲 都有遗传基因 早期来到亚洲的有BCDEF 其中西藏蒙古人最多 以5000年前来到亚洲的皇帝 都有OM系列的遗传基因 四千年前的居陶室 三千年前的居卧还书 好 回来我们进入这个节目的第四个单元 居坛避难皇宗 优优养 祁坛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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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